场面做到 说学动场 男腔北调 要去恒生 优秀的青年相互演员 41位名家祝梦而来 为基森文艺团队全力打扣 41支团队跟上优秀舞台 战奉光芒 一名惊人梦想微剧场第三季 即将兵分起目 传承经典共助梦想 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戏曲频道 千里打造的一名惊人梦想微剧场第三季 我是主持人董逸 欢迎大家 我们每周都会邀请到不同的名家 来到这里带来各自的拿手好戏 同时那将以祝梦人的身份 为您推荐 为您祝梦 他们心目当中认可的团队 那么今天会有哪几位祝梦人和您见面 又有哪几支优秀的团队来到这大显身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祝梦人 他是来自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丹弦代表性传承人 他呢曾经像著名的鲸鲸大鼓表演艺术家 骆玉生先生学习过鲸鲸大鼓 后来呢改工丹弦 近千年来虽然说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一直呢在致力于传承 石派丹弦的表演艺术 他就是来自天津的丹弦名家 刘秀梅 让我们有掌声欢迎他 刘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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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虎虎离 龙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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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福 唱饮开 怀哀 谢谢来自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单侠代表性传媒人刘秀梅老师 谢谢您 您好 主持人 刚才演唱的这一段单弦曲 一下子让我们感觉到 就是特别有厚重的历史感 文化感 您是来自天津 我们都知道天津是曲艺的大码头 对 天津是曲艺之乡 您手里拿的这个 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这是八角鼓 咱这个曲种 其实是在咱们北京 在这个清朝 主要是满族文化 宫廷艺术 但是在金经济 是特别流行咱们这个单弦 我刚才唱的是插曲春景 这一段也是每一次 只要是有演出也是必点或必唱的 是 特别是我们这个春景 在入门的时候 第一段节目肯定就是学习春景 打基础 打基础的一段唱了 了解刘老师的朋友都知道 刘秀梅老师是石派 对 传承人 传承人 现在学习石派的人多吗 不少 特别是咱们金经两地 河北也有 有不少 特别是在我们北京 我也知道 有好几个票房 都活跃着 厂单闲的老先生们 老艺术家们和票友 其实在这里也特别想呼吁 多一些年轻人 来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 对 我记得您在 其实学习单弦之前 曾经跟著名的 金鱼大鼓表演艺术家 陆玉生先生 学习过金鱼大鼓 是 我是1971年 考入天津市取义团 取义的学习方法是口传新寿 所以寿意终身 给我打下了深厚的基本功 特别的感恩 那后来为什么又学习了 单弦艺术呢 在一个76年吧 咱们那个 恢复了全国曲调演 因为呢 石惠如先生 六几年就不去了 所以没有单弦那这儿 就叫我改工 专门唱了单弦 就为了保护这样的 对 对 丰富恢复这个曲种 那今天我们赛场的 有很多我相信观众会 听过金鱼大鼓 也看过那部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 《四十同堂》对吧 那个主题歌 那个旋律 还记忆犹新 今天要不要请刘老师给我们唱一句 我们也听一听好不好 太好听了 特别有韵味 谢谢 再次感谢刘老师 那今天来到这儿 以祝梦人的身份 也要说出您心目当中认可的那支团队 来 大声告诉我们 天津市曲艺之乡 在我们天津活跃着一支 河东文化馆 东文曲艺说唱团 这个团队它有一个资深的创作团队 写一些咱们新时代宣扬新能量 所以他们的节目屡屡获奖 他们还有一支非常雄厚的乐队 而且还有一支大家非常热情 非常积极也非常爱好唱曲艺的老大姐 老大哥们 他们在各方面都弘扬我们的正能量 所以我今天怀着激动的心情 我要大声地说出来 我要推荐我们这个优秀的团队 河东区文化馆 东文说唱团 我们是来自天津河东区文化馆 东文说唱团的演员 我叫刘德印 我叫金丽珠 我叫我叫孙国甫 这一紧张叫什么都忘了 这个孙老师啊 也是著名京东大鼓表演艺术家 董湘昆的得意辟子 他热衷曲艺事业 还把这个传统的曲艺文化 跟我们几位老师商量 一块带进了小学里边 从娃娃抓起 把孩子现在培养得相当出色了 我们这个金姐 金老师 也是表演全才 唱大鼓 收快板 也是多次上中央台来表演 参加我们的业余活动 大家玩得特别开心 而且感觉到不光是自己玩了 还把这正能量宣传出去了 那党在十八大以后 我们就创作中国梦的系列的节目 所以深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 特别是我们经常的下社区 下街震 甚至还到农村去演出 这几年来啊 就是我们在 刘老师就是我们一个核心 一个湖 我们大家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 所有的节目都是他导演 他创作 我们呢 其实就是大家六十多岁了吧 是一个爱好 同时呢 都是曲的爱好者 能把这个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美丸的生活转任些儿 春风吹进了万家门儿 今天顾把别的瞳瞳 表必是 心中的保佣儿 谁呀 我们的儿媳妇 怎么不唱 今天叫我好纳闷 怎么跟我都说一样的词 我夸我的儿媳好 你们干嘛跟我请假样子 你这人说话不想理 我们也有儿媳妇 我知道 我们儿媳温柔贤惠心眼好 怀里挑你爱死的人 我儿媳妇 虽说不是她们亲生想吗 我们都把她当贵妇 我儿媳是太厨国里护所长 她可不是一般人 怎么一般 亲政连接班十三 爱幸心里扎下了根 她有什么事迹 你快讲 别跟我们卖端子 她的事迹 数不尽 我今天举一个小令人 醒醒了快说吧 上一次一个外地老汉走亲戚 她心里扎咪咪咪咕咕的找错了地 找错了地 她就慌了神 当时急坏这位老年人 一灯里的钱包地址全都丢掉 急得这位老汉她直脱手心 后来老汉在模样 快说快讲 你急死了人 老汉她与母亲正焦虑 正好碰到我那儿媳妇 我那儿媳妇 走上前来安慰老人王劫劝 还把老汉引进我们自家的门 是又做饭又鸡水 还帮着老汉找到了她的亲人 太棒了 都说她是好警察 祝人为乐 她最热心 我儿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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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藏心 乃是不大 她不所感 有免贪 有爱 负责贷 贷贷款全力大 那是 我千万不能有死心 你们放心 她发布 她发布 当错罪有准 谁也别想弄那歪脑劲 有一次她娘家哥哥腰带快 想哭过她来走后儿 呦 这样的事情可不能做呀 一有贪心准百点 一有贪心准百点 哪 我儿媳妇 我儿媳照张万事 江郑葱 我儿媳照张万事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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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侠菜 我儿媳 让俺家乘堂是天是天 治病救染最热心 是大夫 精医求精医术好 手术台上动刀子 治病救染是大事 那当然了 家书肯定 红条子 我儿媳 义得高尚 新良山 宋座金山 她也不懂心啊 她蜕鸟的鸿鸿 无奇数目 感谢的旌旗 我儿媳妇 我儿媳妇 你儿媳是怎么样 就我儿媳妇 可不是我说嘴儿 逃离满天下 可是个大能人 她是干嘛的 她在艺术学院 转点胳膊腿 舞蹈戏里等着 不论她还敢人见词 原来叫舞蹈 别想看舞蹈 这可是热门 尤其我的儿媳妇 还掌握着大事儿 谁要想进屋高兮 全屏踏踏踏踏踏 现在的家 不妄想成功 非让孩子能成才子 不需放学本 你看有了什么小样 有了什么借责 有了感情更不大 能直接打票的事儿 其实所办的白费 就罗娘儿媳妇 顶时顶 老是毛 就那人真劲 怎么样 其别抱不见了她 也得矮三分 找她怎么说 咱们就一个儿媳妇 全都差不多 对 咱们集的儿媳妇 全都差不多了 就咱们儿媳妇 就咱们儿媳妇 咱们儿媳妇 咱们儿媳妇怎么样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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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等百姓们终带人心暖了 把我政策不偏心 咱们老年人 是非面前 醉明明 要全力支持 咱们儿媳妇 不给儿媳 拉后腿 心里都觉得天赶赶 心胸货达 是正点 要做一个 时尚进步的老年人 让新红吹变了全社会 把古白的埋葫 彻底出杆 谢谢 刚才唱的是不是都唱到大家心坎里了 这个四位婆婆 这刚才都是夸儿媳妇 让我们这身当儿媳妇的人吧 就觉得怎么那么甜蜜呢 我婆婆要这么时尚多好呀 谁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说唱团呀 我是河东区文化馆东文说唱团的一名退休演员 我们这个说唱团从大到小加一块二十多口吧 还有我们那边乐队老师吗 对 乐队老师 我们这儿藏龙卧虎啊 你给介绍一下 我们这乐队老师咱说刘老师 刘德映老师 刘德映老师 来来 刘老师有请有请有请 刘德映老师您请上了 因为我为什么要请他到中间来 因为刚才我就在旁边看他们演出的时候 刘老师表情是最丰富的 没错 而且还跟着唱 跟着说 跟着念 而且那词我怎么觉得 您记得比他们记得都熟啊 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刘老师创作并导演的 那您这个艺人兼数值 我是那个河东文化馆的退休的区域干部 今年六十九周岁了 我退休九年多 一直就跟那个团 这个团已经成了十一年了 成立十一年了 来到团以后就履随地我们创作新节目 这么多年来全是新节目 有几十个节目了 而且全国获了两次全国的群星奖 还有曲艺的牡丹奖的提名奖 虽然是业余的团队 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您刚才说还获了很多奖 连是曲艺牡丹奖咱们都获了提名奖了 对 刚一会儿我们有一个节目 叫怎么叫咱笑起来 就是曾经牡丹奖活的 还有一个节目是吧 提名 还有一个节目 也是出自您之手 对对对 叫什么名字 叫怎么叫咱笑起来 十八大以后老百姓高兴 开心的 因为特别是新农村 反映了新面貌 我们以农村为基地 写了农村背景的老百姓如何高兴 反映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这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生活是越过越好了 那咱们掌声欢迎他们 继续给我们表演一个好不好 来 有请 嘿 嘿 好了吧 来了 心情激荡满心怀 农民登上大舞台 热烈庆祝十九代呀 敞开心肺唱起来呀 咱农民向党来挥抱啊 把家乡的剧面来表白 现如今村村摘摘面冒开 天蓝水静来刮开 喜谢之桃天情绪 风天飞舞扑面来呀 庄家猫生好气派呀 无故风当都笑起来呀 玉米笑着把那胡子挡 棉花笑着把那嘴里开 骨丝笑着把那腰帮下 仙头都把那嘴笑歪 葵花笑着把那猴地下 苹果笑着 他都红了三呀 笑得多自由多彩呀 多么好他画家也画出来呀 咱农民赶上了好时代呀 在农民赶上了好时代呀 情不自禁都笑起来 笑起来呀 看你们满脸笑得起了之 看你们笑他俩眼 你都站不开了 回农政策实实实在在呀 怎不叫咱笑起来呀 农家的生活彻底改 搬进了高楼新住宅 现在花的家电五里百 只能手机要离开呀 视频聊天太忙够吗 小日子活得真叫嗨 日子活得真叫嗨呀 我们可不是把货白 那私家车 怎么样 我们老头早就自己离开 你们开车有什么的不起 我们专门坐车当开呆 农村发展进不快呀 去 parental松子 农民的生活美哉哆 恐哀 老年人活动场所 无处不在 备受尊敬和关怀 现如今 农村的文化大发展 向天处处搭舞台 这一边 琴棋书画 唱才艺 这一边 亮开嗓音唱起来 唱歌的美好的生活 更精彩 山山水水 笑颜开 看我们 当今的农民 多痛快 怎不叫咱们笑起来 笑起来 笑起来 对我的时代 把手牌 笑起来 笑起来 收获百岁 好自在 享受生活 保持心态 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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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被美景 斩胸怀 十九大 再把 红乎 长那 人民幸福 笑不养开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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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来自天津东文说唱团的各位叔叔阿姨们 刚才你们带来的这个应该算是京东大谷是不是 京东大谷 咱们还会不会其他的一些曲艺门类 能说北方曲艺啊 我们可能这个团里边 能掌握个最起码百分之八十以上 那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样弄一声 你像什么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谁想 是不是我老了老了更挺身 你看咱这嗓音啊 多棒啊 快鼓掌吧 这个还是 河北坑子 河北坑子 来 在今天天我等一等 这今觉意呀 过黄雄若了作三毫八华提呀 天宁实料 红旗飘飘 好 还有谁 这位是 您看着最年轻在里头是吗 他是 我跟你说 他师爷厉害 毫不明是他师爷 这是侯派的再传递责 这是相声演员 但是他是三东快书 对 我是相声门的 行 来就广口 从天津那儿出发 走天津的外怀县 过了民航大学飞机场 再过了李明庄 徐庄子 赵古里 过了金军桥 走于新府 刘安庄野河桥 走金军公路 双街狼园 阳村菜村 何西物 安平码头 张军桥 走通线 过巴黎桥 进北京的七华门 东四排路 北新桥交道口 除了德胜门 走青河沙 和长平县 南口青龙桥 看庄子 回来县 好 去 金军 金军 来 我给大家唱一段 丑陌演出 丑陌演出 日转 赴桑 好 那今天啊 我们要请上 刚才那个节目的 还有两位演员 是不是 一起上台来 好吧 有请 那接下来 有请来自天津的 东文说唱团 走上我们的小舞台 点亮梦想之灯 有请 天津和东七文化馆 东文说唱团的成员 他们大多年过花奖 却始终以 饱满的热情 活跃在 群众文化的 大舞台上 传递出 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 接下来 为您请出的 这位祝梦人 来自北京京剧院 是一位优秀的 花旦名家 他转移得诗 曾经学过小派 后来又学过寻拜 他是谁呢 他就是长秋月 掌声欢迎 她在南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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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你很尽 烧门 烧门 你走下 愁上碎 我爱 他 一人让我 参戏 参戏 烈烈 않은 那日 在赖上孤架中 Von看那吃克子比也唱呀问咯 注意 你看他 嗜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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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 人 海家 虽 家雷 忍得 龙 我 我 春远 爱他 他将柳相邻 他将柳相邻 都是不相信的难度 女儿家的心 是不能 他将柳架开 也只好晚 爱随情 我 我情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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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明人啊 于是 我下爱 谢谢 谢谢来自北京京剑院的 花旦名家长秋月 谢谢 我们都知道 你看一说到长秋月 马上我们的观众都鼓掌了 大家非常熟悉 这个秋月可以说是 从小入科班学系 但是转移多诗 学寻派也学小派 几岁进的西校 我记得应该是小学的五年级 那时候叫北京西校 现在叫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你现在想一想 当年的儿时的一些记忆 还都有吧 对 历历在目 对啊 觉得是七年大狱 不能出来 就是天天的早上 喊嗓子练功 然后下午文化课 晚上老师要给我们加课 而且那时候有幸 跟我们的老校长 孙玉敏老师学习 亲临他的那个校长办公室 当时的学习的那个影像 历历在目 所以就是有了当年 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学习的这个经历 有了后来 您败在了孙玉敏老师门家 对 那后来为什么又去学一些小派 小派其实是先接触的小派 那个时候是一年级学的小派 二年级接触的 我们的校长孙老师学的巡派 所以我是两轨课 一轨花旦小派系 一轨孙老师的巡派系 还有一轨刀马版的系 我们中专毕业 我已经会了六十多出戏了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 梦想威剧场的第三季 也带来了你要祝梦的团队 来 大声为我们介绍 我推荐北京市戏曲学校的 两位小师弟 希望他们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展现得圆满成功 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观众 能够支持他们 我为他们加油喝彩 谢谢 爱京剧 爱往生 吹沉出心 本花齐放 既往开来 得意双心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于明涵 我叫江水元 我今年十一岁了 我今年也十一岁了 我是来自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 一年级学生 我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 二年级学生 我们今天表演的唱段是 初联战 饰演的人物是 我今年十一岁了 参参参参 六波 今夜已 百安 超多 弟兄们 启咒 尘氏了汗 独城 向洛湖 遥坏 广儿也马上互散了地 长夜的在河河 无法冲了过 耳边像牛天 人哪见 老太阳的人马来到了独城边 城楼上住我你三同屋 世面惊喜 庄庄为烟 哗啦啦大巴了头头骨 望儿也提到 花雕啊 哗啦啦大巴了尔头骨 真有精神 马又不安 哗啦啦大巴了尔头骨 彩阳的人后落在那天 依赖是老儿 命该桑 二兰一群的团 人有案 天地修会长安子 就在这沙头不见 天天 我过天天 我过天天 天天 你们是什么时候进入到学校 到现在有什么样子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我是去年进的 北京系医术学院学院 刚开始呢 我是很不适应 怎么不适应呢 就是怕吃苦嘛 那你以前是不是也学过 还是就一点技术没有 学过了六年 你看 那到了学校 比平常在家里练功还要苦啊 对 比如说呢 让你觉得 最可能是重新开始 最难的是什么呢 搬腿 搬腿 搬一节课 下来都麻了 一节课多长时间 六十分钟 对 以前没有 以前可能是唱的会比较多一点 是不是 来 我们这位李克勇 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好不好 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 进入北京系校 现在上二年级 今年十一岁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个孩子 现在只是我们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员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同学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他们一定能够成为我们戏曲舞台上的中间力量 我们接下来用掌声欢迎他们通往他们的梦想舞台点亮梦想之灯 他们是志从高远的京剧少年 他们学艺上线 却暗戏入迷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少年梦想 开始的地方 接下来为大家请上的这位祝梦人啊 他是一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他呢在舞台上塑造了上百个徐徐如生的艺术形象 很多观众朋友啊亲切地称他为少爷 但是在业内呢 我们却尊称他为黄老 那他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梅系名家黄新德老师 有请 风吹乱丝落地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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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我九月醉 战的颠倒是非 难道说这家宽不该退 不说这冷清 你把心引违 难道说书记过分应该给 这把书逃离过活 我就不能背 自来想去心无愧 我只相信我做人阵阵排排 霸荡吹碎 为什么一片真心早埋怨 你一把他一把撒我一声灰 是今 花是退 一独自花儿 走向水滴 你一把他一把我二声灰 心愿风吹 愿风吹 一个人活家 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 作为空空 无人陪 好 谢谢 谢谢黄金德老师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梦想微剧场 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段真是缠绵匪测 熟悉黄老师的朋友都知道 黄老师在舞台那塑造的是偏偏少年 但在生活当中为人特别的随和 尤其是风趣幽默 他们都说我是老顽童 因为舞台让我年轻 观众让我快乐 艺术让我享受 见到你我特别开心 见到我们观众就更开心了 谢谢你们 那您今年有什么规划吗 比如我现在也上台演出 只要观众不讨厌 我还看得下去 那就干一点 还有一个呢 经常去指导指导别人 有时候也去讲讲课 都培养黄美系的接班人 你看我们黄老师这个心态 所以呢 他的这种乐观的精神 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 也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那今天来到这儿呢 是以祝梦人的身份来的 除了带来自己的拿手唱枪之外 接下来您要大声说出 您祝梦的团队 有请 我要祝梦的这支团队 是有一群这个戏曲爱好者组成的 他们热爱戏曲感情很深 他们不仅喜欢黄美系 也喜欢金剧乐剧等 他们的热情在当地啊 受到这个朋友们的热烈的欢迎 他就是来自黄山市文化馆 玉中百树阳光仪式团的朋友们 掌声欢迎他们 大家好 我们来自安徽黄山 我叫郑子山 我叫潘祥福 今天呢我们表演的节目是 华美传统小戏 夫妻关灯 我们这个一余的表演团体啊 都是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 退休以后大家聚在一起 自愿为基层服务 我们经常呢到农村到福利院 给孤寡老人带去快乐 我们的宗旨就是自己快乐的同时 也给他人带来快乐 我很很好 谢谢 如同 去年看着我先走 今年看着又是我的爱头 不许买到自家门口 叫声老婆开门 老婆开门 来着 那月是那五 那我眼笑咽咽咽 我早把连天门来切扰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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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乖乖乖乖乖 我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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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今天盖上约楼的大方花灯 老婆 今天盖上约楼的 我就喜欢宽灯 走 我们宽灯去 孤 descried 是沿逆 反腔 是沿逆 反腔 是沿逆 也是沿逆 现在盖上的20分 不如泪 第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跳也正不完 从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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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盘灯光光流水 那些有的一半天 收获花的一盏 二家有心 三段的 三段几滴 四四如一 不让人 不自灯火 三木炸 六老大船 七月团又安分了 八八炸 八仙过来 九段的 九段里面 十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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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旋律大家都非常熟悉 很多观众朋友都会唱 谁来给我们介绍 介绍咱们艺术团 我们是黄山市文化馆 百树社区的一支阳光艺术团 来自社区的艺术团 对 社区的艺术团 那咱们都是平常用业余时间 组织在一起表演节目是吗 都是利用休息时间 除了华梅戏之外 是不是也都是多才多艺 应该说我们这个团队 不仅会唱华梅戏 还有很多人会唱金剧 还有乐剧 就是大家伙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 那平常演出多吗 非常的多 因为在这个十九大精神以后 我们好多社区都 把我们这些团队 业余团队组织起来 就是走乡村到农村 到这个街道 宣传这个十九大的精神 主要面向是社区的观众 我们节假日呢 我们都组织我们一些文艺团体 就是到福利院和这个小学 我们特别说到我们这个戏曲进校园 在我们黄山可以说是开展的红红火火 每个中小学 我们每年都有一定的任务下去 给我们的中小学生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 宣传我们的戏曲知识 那咱们总会有多少人啊 这个艺术团 目前是二十二个 最大的呢 最大的年龄在 应该最大的 应该我最大吧 六十五了 那最年轻的呢 应该也有五十岁了 如果下回啊 再把您教过的一些孩子们 加入到咱们的艺术团里面 我相信啊 更受大家欢迎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羊毛艺术团的到来 那接下来 有请你们共同点亮梦想之灯 老有所爱 老有所乐 他们以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 一亿会友快乐唱戏 他们用歌唱 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